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的沒有 全部都拿去水溝那邊洗 阿嬤腰沒有 水溝 現在誰還講啊 沒有啦 到了出山已經變臨崩潰 要去住啊 妳有什麼交流 妳哪有可憐 妳的人哪有可憐 所以妳是希望我初一回去是不是 不用啦 那有沒有過年一定要吃的 比如說除夕夜上面的菜 現在不用啊 妳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啊 初一吃到吃... 咚咚咚咚 強 大家好 咚咚咚咚 強 我是凱莉媽 咚咚咚咚 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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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啊 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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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幫妳配樂還不錯 因為妳一個人應該可以錄完一集 我就是在後面當妳的背景音樂 妳現在開始講話 我就幫妳配 拆聲道 咚咚咚 強 拆聲道 过年都要说才省到 我最讨厌听一首歌 就是恭喜恭喜你 还以前那个已经很 几十年就都一定要 过年就是要这个 才有喜气洋洋 那你知道今年的年假只有七天 真的超级少 这么少哦 之前可能有九天 九天啊 今年就是七天 七天而已 今年就为什么这么少 我知道 而且今年过年特别晚 只是二月中 那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小时候 阿嬷最喜欢说什么 穿一扎 穿二扎 穿三困到八 穿三才可以睡到八 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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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四什么 饮宅心 穿五 是吗 有重视吗 穿五啦 穿五饮宅心 穿五饮宅心 那穿四要干嘛 穿四 穿四 穿四以前 以前的人是说什么 穿四腰肥吗 穿四应在身 穿五开工 开工哦 对啦 穿四就开工哦 对啦 就是这样子啦 穿四哦 穿四还不是啦 我知道 我怎么看那儿 不知道啊 穿五开工嘛 穿五开工就是开工嘛 对啊 那你知道其实 但是现在也没人 穿五开工 现在都很知道 我穿三就看日 看好时好日 那是对老板来说 对一般的员工来说 都是初五他们才要开工 开工领红包啦 现在是 那些那些 没有啊 如果你初三叫员工来上班 他可能会躲 没有啦 没有上班 还是开工 领红包 没有 没有正式做工作 开工领红包 你知道在台湾农历 过年的时候啊 其实从小年夜 一路到初五 现在是说初五啦 以前我阿嬷都说到初九 就是整个过年 一直到初十五 都是在过年当中 一整个从过年之前 然后到十五元宵 全部都是过年的范围里面 所以在这一整段时间里面 你就是要遵守 比如说要说好话 要做好事 留口德 那你知道 其实在除夕的前面 什么小年夜 现在是这么说吗 除夕的前一天 小年夜 就要干嘛呢 大扫除 对 有吗 没有 前一个礼拜 前一个礼拜 小年夜 小年夜就是要守岁 不可以睡 那是除夕才是守岁吧 小年夜 小年夜就要开始守岁 小年夜跟天空 要想 那除夕还要起来 拜拜 对啊 这是折磨人吧 除夕哦 除夕 没那一年啦 除夕也在拜拜 你都是除夕当天拜拜拜晚 晚上吃团圆饭啊 除夕 对啊 对啊 除夕 小年夜 除夕那一天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有啦 你除夕一天 因为小年夜 大家也是都这样 无形啊 没有啊 除夕一天 以前人家是说小年夜的 像我阿嬤就是前一个月就开桌 除夕一天下午拜拜 对 就大家小 就是有住在一起 就发红包啦 除夕一夜吃吃就发红包啦 没有因为现在在说小年夜啦 哦小年夜啦 哦 这样 你说小年夜 又说啦 有啊小年夜那天也有啦 打扫也是啊 那一天都是一些有的没有 全部都拿去水沟那边洗 阿嬤那边没 水沟 小年夜要拜造型 小年夜 那个是叫造型吗 造神 造神啦 厨房的神 就是要拜造神 小年夜要拜造神 阿公跟阿嬤也有拜啊 就拜那个造神这样子 上行啦 对 然后呢 除夕就开始拜祖先 拜神明 拜什么什么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吗 有一些人啊 像我有一些朋友啊 他们是小年夜就要回去 拜那个晚上十二点的那种 天宫 拜天宫 天宫吗 有啊 有的人拜天宫 是小年夜吗 还是除夕 有的人 拜天宫 他们就是要 晚上凌晨开始拜 拜到 因为十一点 十一点过就可以拜了 对对对 有的是过年还有拜庭公 就一直拜 十一点过就开始拜了 对 好累哦 天哪 然后隔天还要起来 然后就是要 做一些什么拜年走春 的动作 然后像以前就会说 初一就是 因为除夕不是会 会大家聚在一起吃 年夜饭啊 年糕啊 什么的 然后就会给红包 然后初一呢 就会很多人穿新衣 穿新鞋 戴新帽 戴新帽 对 你也知道 现在谁还这样啊 没有啦 现在没有人这样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 穿新衣 戴新鞋 穿新帽 戴新帽吗 这样过年才有 过年的新气象 对 因为他们就要去 庙里拜拜 还要去拜访 长辈一千啊 一千啊 对 所以出去都要穿新的 对 然后 去庙里拜拜 要新的 去拜年 这一年新的开始 没错 然后去拜年的时候 长辈就会给他红包嘛 对 然后初二呢 是什么日子呢 初二就是回娘家 然后初二又叫做 迎序日 序就是女婿的序 迎序日 所以呢 其实 大部分结婚的人 就我们上一集就讲过了 就是在初二的时候 初二回娘家 就会回娘家 对啊 所以女婿也会一起回娘家 女婿可以回来吗 不行啦 你看 还是会回来 女婿还是要回去 这样子 因为她是迎序日 对啊 对 那初三 对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就是大家 传统就会说 这因为 忙完了 因为从小年夜 有没有 阿拜天公 阿拜生 然后初一要拜祖先 然后初一要走春 要去庙 然后初二又要回娘家 实在是有够忙 有够累的 每天行程都爆满 尤其是如果晚上要拜提工作 真的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不是不是睡不着 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睡 然后还要守睡 对 那整个 从小年夜一直到初二 整个人精神已经耗弱了 那行尸走肉 所以脑衣就要困到白 没有啦 人家历史 不是历史啦 就是传统上面是说 出三这一天 是不意外出的日子 很多人都会选择留在家里面 以免出去跟人家吵架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从小年夜开始没睡吧 到了出三已经面临疯困 会起床 会起床 一出去看到人就会吵架 对啊 就是没 没啦 过年比较不会 元气已经被消耗太多了 所以 我们终于误出了这个道理 原来如此 过年你就是不能骂人 不能说 说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你在怎么生气的话 你就要忍耐忍耐 那出三 怕出去一爆发 原来是这样 难道脑衣要困到白 没有啦 传统就是说脑衣 你做硬的 硬的脑衣 你就可以睡久 然后 像脑衣 就是迎财神的日子 所以迎财神 就会有很多 就是要拜拜 对啦 你有拜拜的人 迎财神 你有拜拜的人 就知道 一般有的没有迎财神 你就是不知道啊 对啊 所以出四 其实大部分都在拜拜 然后拜拜就要跟财神说好话 有的就是从出 就是除夕一直拜拜 拜到元宵啊 有的人这样 每天这样拜拜 那你知道像初五 就会开始要开工 然后我的焦虑感就会从 其实我也还好啦 你有什么焦虑 你哪有可能 其实也还好 就是该上班就去上班 对嘛 该加糖就再加糖 对啊 那因为像我很多朋友啊 他们除了这些习俗之外啊 他们就会开始打麻将 就是从小年夜开始 一路打到初十五这样子 就是整个过年都在打麻将 都在打麻将 然后每次我朋友在说 来打麻将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不会打麻将 他说来学 我说我不想学 好没有志气哦 天哪 因为我就不喜欢 不喜欢坐在台桌上面 这样子这样子 虽然就是你可能可以跟朋友交流 打牌聊天 可是我宁可就是躺着追剧 就是我不想要坐在那边 彻夜一直在那边洗牌干嘛 然后或者是人家就会说 那你们家过年有没有玩扑克牌 我就说我不会玩扑克牌 他就说减红点 不好意思 不会减红点 他就说那你为什么大老二 我说我也不会大老二 我会心脏病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 就是我觉得那个太激烈了 我只想要好好的坐在那边 吃零食 对就是吃东西 就我不想要在那边玩很激烈的 但是我弟他们会玩 因为像我弟跟我妹 还有我家小孩就很爱玩那种 拉蜜啊 大富翁啊 桌游什么的 所以我弟跟我妹就会陪小孩玩 因为像现在回去 回去你家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分成两派 因为像小鹿已经快要15岁 他过年就15岁了 要求再三年可以考驾照 对的 因为像小鹿就是已经 再五年就可以结婚了 屁啦 就像小鹿就是已经比较偏大人款的 的人 所以他就会坐在大人区 跟舅妈聊天 对对对 跟我妹聊天 这样他就会坐在大人区 然后像小黎是一个可塑性很高的人 他可以坐下来聊天 他也可以跟幼儿园的小朋友玩 他也可以进厨房 他也可以跟我弟妹玩拉蜜 拉蜜什么的 就是他多元化的人这样子 所以他就会一区 然后还有另外一区就是电动区 就是我妹的儿子 就会自成一区 男生的 一直在打电动 男生就是打电动 对一直在打电动 小女生就是在玩 玩他们小女生 小女生玩什么呢 就是宠物游戏 因为我弟的女儿就会当狗这样子 当宠物 当宝宝 当各式各样的角色扮演 然后小黎就会跟他们一组这样子 就有时候当主人 有时候当妈妈 有时候当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很可爱 对啊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群 那你说我们家有什么过年 特别一定要做的事情 或一定要走村 因为像有一些人 他们就会 现在没有了啦 一定要去指南宫 一定要去竹林寺 一定要去什么 没有啦 现在有的人就没有啊 我们家没有啦 我们家就是 你如果初一的话 有的时候去庙里拜拜啊 走的庙里啊 有吗 我们家哪有 有啦 有时候初一啦 初一你如果没在家啊 初一你会没有回来 所以你是希望我初一回去是不是 不用啦 不要我回去 我比较硬 我比较硬 对啊 我比较硬 对啊 所以像你知道有一次 我就跟阿黎说什么竹林寺什么的 竹林公主的故事 嗯 你知道竹林公主 竹林公主啊 对啊黎有一次 他就在跟我讲说 你以前说那竹笋公主再怎么样 那我说什么竹笋公主 明明就是竹林公主 是哦 那你有没有过年一定要吃的 比如说除夕叶上面的菜 现在不用啊 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我跟你说 我都已经可以闭眼 知道除夕叶的菜色有什么 我妈一定会有一只鸡 会有一条鱼 那一定有 那一定的 会有坏桂 那一定的 会有萝卜糕 对啊 会有常年菜 讨厌 会有香肠 那个都一定的啦 香肠也不一定要吃的啦 就是我们 人家那种 还有什么过年 还有水饺啊 元宝啊 不喜欢 对啊 所以现在的人 没有说很传统 一定要什么什么啦 只要你喜欢就好 没错 因为有时候你弄一弄 小孩不吃 然后你 你就从初一 初到初十五 老人就惊得不记住了 初一吃到初十五 对啊 差不多啊 对啊 差不多 初一 你说一次 初一 吃到十五 初一吃到初十五 初一吃到 吃十 我就跟你说 超难 初十 对啊 初 快给你吃 很难讲啦 你说嘛 你说嘛 初一啊 初一吃到初十五 哦 你成功了 哎呀 这很不好讲 成功了 会打他 会打他 好了哦 这集初二呢 这集我不知道 这集应该放在初三播啦 初三其实大家已经开始要复工了 剩下还有两天的年假的时间 你可以尽量的懒在家里 嗯 现在的人 废在家里 对对对对 哪里都不要去 对 因为哪里都是人 充电 我觉得在家充电比较好 真的 去外面 好累好累 对啊 又是人挤人啊 然后有时候出去 一台车也没地方放 对 真的 所以我就宁可在家 我现在也不喜欢那种 就是人挤人的地方 对我就 你出去 你就是 平常啊 像你要带小朋友去玩的话 就是你们自己 上班都有那个假 假嘛 连假什么的 然后你可以就修那个家 然后带小朋友出去玩 没错 对 真的 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 很短的节目 但是过年大家就是听听我们的声音 不要忘记我们 对 不要忘记我们 没错 然后如果你去年呢 都没有找到去哪里按五星好评 请你新年新希望 给自己一个规定 就是麻烦请找到五星好评 对 对 陪伴让我们更有力量 下次见 下次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大家玩得开心 拜拜 拜拜 哦 我要来准备直播了 哦 拜拜 拜拜